我是建议你不妨不要老去看着他 因为我觉得你看着他也没有用 比如你也不可能24小时看着他 你也不可能说五个上班日你每天都去 但你不看着他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其实我觉得你不如不要这样 有点这个庸人自扰的感觉 就是你自己去做一些 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 然后让你自己的生活更充实和丰富一点 我觉得你自己的状态也会更好 会更有自信 因为你看他是看不住的 还有就男生我是觉得你情商 是不是可以有的时候再那个调整一下 比如说这个女生说给你做了那个营养餐 是红烧肉然后就给倒了吧 我觉得你不能那个找一个善意一点的 哪怕是谎言或者是你给润色的 让人能够接受一点吗 我觉得你可以这个时候说很多的 解决了的方式 但是就倒了这两个字吧 我是觉得太刺耳了 就算你这个好意你心领了 你感受到他的爱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像有刀扎在胸口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是建议这样的一种调整吧 明白了 谢谢